今天借着车展跟大家来看一款新车 就是我旁边这款车 这台车呢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熟悉 它叫做目前叫做SL03 它是叫做长安深蓝这样的一款车型 其实这台车呢 它就是属于长安旗下定位比较高端的新能源版本车型 目前这款车型是属于刚刚发布亮相的一个阶段 这款车的外观颜值在设计上 它本身就是偏向于有着众多弧位线条 以及尖锥感造型的设计 这里看起来我个人觉得要比特斯拉的Model 3显得更加凶狠一些 这里呢是属于它的一个灯 大家看到没有 应该是属于有着它的一个远近大灯的 下方呢这里还有一个灯 在这里呢有一个LED的一个区域啊 能够显示一些内容 这个造型设计其实还是比较个性啊 非常深受很多年轻朋友喜欢 在它的这个区域啊 还有一个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风足 目前这款车型它并没有一个绝对的价格 不过呢它现在是给出了一个预售价的一个售价区间 这款车型它给的售价区间是在18万到25万之间这样的一款车型 在价格方面很明显它的定位是一款中型的家用轿车 这台车在车身尺寸方面 车长4820毫米 车宽1890毫米 车高1480毫米 轴距2900毫米 妥妥的一款中型轿车 它的侧身也是显得比较具有饱满感 而且线条棱角感没有前脸那么强 再来看一下侧身的一些细节 明把手丝采用隐藏式的设计 而且还是无边框的车门 这种确实深受很多年轻人 男车和女车的喜欢 在这里它的轮胎是采用了 我看一下是马牌的19英寸轮胎 当然这个轮胎还是比较OK的 轮毂是采用了这种密集型的 熏黑多幅铝合金轮毂 加上一个比较巨大的刹车卡钳 主要彰显的就是有了非常强的一种运动感 在它的车身尾部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贯穿式的尾灯 而且大家又没有发现 尾灯的造型其实跟它的前大灯 是非常相类似的 可以说是前后遥相互用的一种设计风格 贯穿式的尾灯也是采用了 类似于钢琴按键的这种设计造型 这种矩阵式的排列在现在 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视觉感受 而且它的压尾在这样一个造型方面 在出现logo的造型上 还是有着很不错的一个视觉性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类似于灯带的设计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点亮 以后会知道的 在下方这里有一个凹槽 主要是彰显有着比较强的一种凹凸感 它是一款鲜辈式的车身结构的车型 因为这类的车型特别帅 也非常符合很多年轻人 对于帅的这种理解 但是呢凡是有利也有弊 这款车它的后备箱空间也就这么大 不过它的后排 座椅是可以做到46比例分割放倒的 我给大家放倒看一下 稍等 作为一款轿车 座椅能够放到这个程度 已经是属于比较常见的了 大家没有发现 它的后备箱宽度 并不足 电动吻门也有加入的 它的吻门的开启方式是在这个位置 并不是这一个 这个我不是干嘛的 在这里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装饰品 我们就看一下内饰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款车 它在后排 首先坐进去 第一个感觉就是 它的坐意在柔软程度方面 我个人觉得 丝毫不会输给日产的天类 但是呢 我觉得像我这种大长腿来说 它对于腿部的支撑性能方面 可能就略为欠缺一些 作为一款新能源版本的车型 它中间的电台是属于纯屏的 本身这种纯屏的电台 对于我们在储物 以及坐在中间的朋友来说 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 空间度的一个灵活运用 不过呢 这下面只是给了一个Type-C充电接口 如果能够再加一个USB的话 对于很多朋友 有多个手机的人来说 在充电焦虑方面可能会小很多 不过大家又有充电宝贝吧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款车 在前排的一个空间 像我1米8的身高 160斤的体重 整个前排在空间方面 由于它的车顶 全部都是那种玻璃 所以说呢 在空间方面表现是较为不错 空间感是比较OK的 所以在乘坐感受方面 柔软程度还可以 但是就是在宽度方面 略为偏弱一些 我觉得对于腿部的支撑性 并不是特别出彩 它的整个内饰在做工用料 有着大面积的软质材料 这里是硬质的材料 上方呢 有个HUD台度数字显示 这里呢是一个12英寸的 一个液晶机表盘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 不过没关系 它的这个设计啊 其实还是感觉挺个性化的 一个多功能方向盘 是采用了这种双幅 平底化的多功能方向盘 进行设计的 手感方面还行 它的一个换档是在这里啊 其实这种设计呢 其实在一开始 是特斯拉的车上是有的 可能很多朋友 并不是特别习惯 如果是真的是提到车了 到时候一定要好好熟悉一下 它的这个触控屏是在14.6英寸的配置 而且呢 它也是采用了 加入了高通小龙8155的芯片 它的这一个触控屏 是不是像我们这一侧倾斜的 其实呢 还可以进行旋转的 支持15度的一个旋转 也是方便于我们 很多朋友啊 能能够在不同的程度上啊 方便于 副驾驶为的朋友 能够看片 或者是带孩子 但是副驾驶带孩子已经不太合适了 很多年轻朋友啊 年轻女士啊可以看片啊 男生也可以看片等等 整款车呢 整个内饰的设计非常年轻 比较具有质感 同时呢 颜色上的搭配 也显得比较高级 在空间性能储物方面的表现 也是属于较为不错的 据了解这款车型 它将会推出 沉淀版本车型 以及增程式版本车型 目前呢 我们看到的都是 属于它的一个 纯电版本车型的 在续航方面 据了解 沉淀版本车型 将会提供515公里续航版本车型 同时还有712公里续航版本车型 增程式的版本车型 未来在续航方面 或许可会将超过 1200公里的续航 增程式版本车型 匹配的是1.5升 直列四缸的 混动发动机的 纯电续航能够达到200公里 而且可能还会提供 轻加电的一种车型 确实是比较多 可选择也比较偏多一些 目前呢 也就是 今天直至出了一个 纯电版本的车型 在价格方面 可以感受一下 预算在18万的话 其实正款车型可选择性 还是比较高的 要知道比亚迪海豹 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对吧 价格 也是 是不是达到20万出途了 不知道大家对于 长安深蓝SL03 正款车 还有什么见解 还有什么见解